一直自称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赖清德 在7号播出的绿媒专访节目中 拒绝被贴上台独金孙标签 他还用土豆在两岸叫法不同 来比喻台独在两岸的定义也不同 赖清德这番包装台独的狡辩言论 立即在岛内引起舆论的群起踏伐 据报道赖清德之所以被称为台独金孙 是因民进党在2019年初的岛内九合一选举中惨败 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满意度掉落谷底 岛内四位所谓台独大佬公开写信给蔡英文 呼吁他放弃连任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属于赖清德接棒 赖当时造反挑战蔡 被蔡英文的网军说他是台独金孙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痛批 民进党将台海局势推到兵凶战危的境地 国际人士都在担忧 到底会不会打仗 赖清德是最极端的台独金孙 真正台独万岁的主张者 如果让他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两岸就真正成为最危险的地方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黄子哲之言 赖清德追求的台独 就是所谓正名之线的法力台独 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 用再多选举语言 也掩盖不了赖清德台独金孙的金子招牌 再多谎言 也无法消弭各界的依赖论 他呼吁赖清德这个台独金孙 千万别获言子孙 台湾中世新闻网发表岛内学者文章指出 2017年9月26号 赖清德担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首次到台立法机构做报告时就宣示 自己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无论担任什么职务 态度都不会改变 如今为了骗选票 连台独金孙都不认了 赖清德的说法也引起岛内网友热议 有网友指出 台独人士哭晕在厕所 没票被抛弃了 都不会改变 NO NO